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似乎对这个地方倾注了大量的宠爱 赋予了这个海岸线丰富的生命资源 这也是夏威夷最早有生命迹象的地方 这群古老的移民生活在崎岖狭窄的山谷 衣衫傍水捕鱼耕种或者自给自足的淳朴生活 也许是与世隔绝 常人不能直接乘车抵达这个美丽的海岸 只能通过卡拉劳步道 乘直升机或搭船前来 所以它还保持着天然朴素的美丽 在这里你可以立足于细软的沙滩 感受沙石的颗粒感与大自然连接关系 靠着碧绿崎岖的山峰 翠绿深邃的峡谷 乘坐木筏 探索隐匿于湾园石缝中的山洞与瀑布 聆听生命的旋律 面朝蔚蓝的大海 传谋它的气度与包罗万象的能力 去寻找海浪拍打的痕迹 站在这里你会感受到生命的渺小 同时感染了大自然的崇高与伟大 心情肯定会豁然开朗 思绪豁然清明 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大自然更治愈心灵呢? 土耳其因横跨欧亚大陆 有着丰富的历史渊源 吸引了不少喜欢探索历史辉煌 心衰的人们前来 然而土耳其不仅能激发历史对现实的审视 思索 它还有着世界上最纯洁的土地 棉花堡 制成于一片空茫茫的环境中 是最容易放空思绪的时候 可以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做 只有真实的自我与广袤的世界为零 到土耳其西南部 戴尼兹利省的棉花堡 开启一场心灵之旅吧 土耳其的棉花堡 就是一个百到极致的浪漫的所在 远远望去像是棉花一样白的台阶 错落有致的堆砌城 城堡的模样 在这里 你也许会受到温泉水的鼓舞 反思生命的柔韧 充满着空物质的温泉水 日复一日从洞顶卷卷躺过石灰岩 你会听见温泉水润入细无声 执着地燃烧自己的生命 塑造人间净土 空物质在数以万次的冷却沉淀后 冲刷出纯白如意 漫山遍野的白色台阶 聚化了温泉水的模样 影韵的日气 增腾出飘渺的茫茫白雾 台阶内蓄满了透明冰蓝的温泉水 形成一望又一望波澜不新的温泉池 棉花堡独特造型也因此被誉为 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在1988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纯白的石灰岩层和冰蓝色的泉水 会染上天空五光十色 奇力依你的姿态 梦幻的像是童话仙境 浸泡在温暖的温泉水 不仅可以舒缓身体的疲劳 促进血液循环 你还可以在白的毫无杂质的天地里 享受五边静谜 与心灵散开对话 倾听内心真实的自己 由于酒店过度开发 棉花堡一度被酒店排出的废水 污染上鹤斑 天然的温泉水差点就被酒店抽取到干涸 而疏于管制的游客也穿着鞋子 到石灰岩上随意行走 甚至驾驶着交通工具 碾过地面 棉花堡差点就失去了它纯洁的魅力 促进土耳其政府加强了保护措施 以恢复棉花堡的本来面目 带你有机会到这里旅行 千万要记得必须赤脚才能入内 一起保护这个人间净土吧 河水是孕育生命的摇篮 但无非就是黄泥碧绿或湛蓝千篇一律 反而碧鲁的红河绝对会颠覆你对河水的认知 这里像是天使失手打翻了红色颜料 让红色的河水蜿蜒了五公里 有一种夭制的美 这条河水一如它肩负的使命 凝聚了大自然的精华来滋养万物 红色的河水像是流着大自然的血 述说着大自然奔腾不息 生养万物的魄力 红河与周围清脆玉地的充裕树林形成强烈的对比 激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 这里看起来像是小说中的魔幻世界 好像随时有诸如或精灵从铺律最红的森林里蹦出来 然而这样魔幻的场景只有在雨季时才会降临人间 平时的红河就是一般的泥黄河水 丝毫不奇艳 红河的诞生其实与海拔5200米的彩虹山息息相关 上天似乎把世间的颜色都给了壁乳 彩虹山名副其实就是一座原六色的山脉 这些绚烂的颜色其实就是图纹中矿物质氧化的结果 雨季来临时 雨水就会将彩虹山上氧化的矿物质冲下山坡 流入河中从而创造出魔幻贵旗的红河景致 出门旅行怎么可以少了居住的地方呢 好的民宿或酒店可以让你的旅途锦上添花 让你接下来的旅程中元气满满 乔治亚的梅里斯生态屋肯定能符合你的需求 它建立在梅里斯小镇的三点之上 目前只有两个小屋 凯蒂小屋和艾米利小屋 第三个小屋正在建设中 民宿采用全玻璃设计 舒适的大床与充裕的森林 高耸露云的群山围林 仿佛征服了崇山峻岭 称为群山之主 不只俯瞰山脚 山踏山峰 守栽星辰 享受一人独有的壮丽风景 早上则伴随着光芒万丈的太阳起床 坐在露台享受第一杯浓香醇厚的咖啡 看着金色的阳光 推开柔软的帷幕 整个大地豁然开朗 傍晚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在户外的浴缸里泡澡 沐浴着满天的霞光 舒缓全身肌肉 夜晚宛如鲑鱼晋级 满天星光编制着香甜的梦 美里斯生态屋不仅于大自然接轨 除了生活设施 美里斯生态屋的露台 有一个世界上最为惊险的吊床 和高达六米的网红鞦 为了营造出与大自然无限接近的气氛 民宿露台上的吊床 是直接悬挂于半空中 而且周围没有任何防护栏 大概只有胆大心细的朋友 才适合躺在这里享受夜风光吧 不过网红鞦韆 绝对是这里最别致的场景之一 无论是拍照还是打卡 都非常适合 晃荡出去 可以感受风在脚下呼啸 烦恼似乎都随着鞦韆的摇摆 跑到九霄云外 黄土飞扬的沙漠 总是让人感到悲壮与小色 它独特苍凉的韵味 激发了不少文学家写出像 大漠孤烟值长河洛日元的诗句 约旦的瓦迪拉姆占地 七万四千公顷 是约旦境内最大的纯沙漠地区 与一般黄土沙漠不同 瓦迪拉姆的沙是红色的 为沙漠添了艳丽的风光 而风化的巨大岩石 则耸立在沙漠上 为平原的线条增加了跳跃的变化 因为地面的外表及颜色与月球极其相似 因此它又被称为月亮谷 作为月球的小小缩影 瓦迪拉姆是许多科幻或星际电影的取景之地 瓦迪拉姆是历史的见证者 只有留存过在沙漠中的神殿、演化等遗迹 证明过那些在时间里湮灭的古文明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拥有着珍贵遗迹的瓦迪拉姆 在2011年被选入世界文化遗产 除了空旷的沙漠 设施齐全 外观精致的泡泡帐篷 也是瓦迪拉姆的一大特色 受不少游客青睐 泡泡帐篷是一个透明的圆形酒店 整体造型看起来特别梦幻 与沙漠空旷无垠的气质非常搭 内耳大床、沐浴设施 不用担心水源问题 甚至可以畅快地上网 让你在沙漠中也能以外界沟通 渺小的人也许会发现细小的沙子 可以堆积成一望无际的沙漠 除了苍凉孤寂 真正能让你感到瓦迪拉姆 抑郁风情的海市人和风土 你可以在这里享受游牧民族 贝都英文准备的盛宴 他们倒地的薄荷茶及咖啡 使用特殊烹饪手法的烤羊排等风味餐 是荒芜的沙漠中最具人情味的东西 除此之外 还有机会观赏传统的精彩歌舞表演 感染游牧民族的快乐及洒脱 将纠结烦恼随着飞扬的尘土一起散去 在今天的午后分享里 位于意大利的五渔村是西方的世外桃源 五渔村坐落在利谷里亚海海岸线上 占地4300公顷 是意大利面积最小 人口却最集中的国家公园 约有5000位居民分居在这村落里 它于1997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五渔村又称为五湘村 顾名思义有五个村庄 然而村民们赖以为生的 其实是他们种植的农作物 倒下的山坡被村民们开拓成层层梯田来进行耕作 比起渔村 五渔村实际上更加像是农村 海洋一般仅作为与外界联系 及运送农产品的纽带 这种生活方式又使五渔村获得人类公园的美名 眼前一窗窗色彩缤纷的屋子 以山而建 总立在陡峭的山峰 看起来有凌乱的美感 这样的设计实际上是为了抵御敌人的侵袭 五渔村内也被设计成蜿蜒 复杂 狭小 对地形不熟悉的人们很有可能会迷路 这样当敌人被迷惑时 他们就不能一下子精准倒破村落 可以拖延时间做出有效的防守 村落制高点则设有堡垒和灯塔 作为村落对外防御及海上导航之用 这些百年前就流传下来的防御结构 使五渔村在交通发达的今天 仍保出行 在这里你可以放缓脚步 躲开现实的纷扰 探寻生命的各种形式及真谛 采菊东篱下的现实生活 就隐藏在这个远离喧嚣的小村落里 你还知道哪些可以治愈心灵的美好景点呢 记得在以下留言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及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五渐小事 拜拜 切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